那就是把这个结果可以看到 理论上我们就按照最新的5月14号 5月14号那就昨天开奖的号码 然后一直到2004年1月5号 这些号码都有 那我是把这个范围先建一个名称 一样叫大乐拓 然后在这边做统计分析 分析什么康义福它的号码 不过号码可能要到49号 因为本来42号变后面要自己下一下 然后统计的结果排名也算出来了 最后的话就是前7名就可以列出来了 其实结果做法其实跟前面差不多 那可以看出来 不过好像有那个排名是一样的 好像我记得这里面有排名 所以这边2 4 6 8个 因为有同名的 所以他把同名次的也列出来了 OK 所以看得出来大乐拓 历年来开奖最多的就8号 OK 8号 然后 如果好像相差几率也不是差太大 OK 所以这个就仅供参考 也许 但还有其他的算法 也许如果你对这种算法很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后面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 就是简式与参照 所以这个范例也许就先到这边 大家就先 再来我们待会要看 简式与参照请各位开启 简式与参照的这个练习题好了 OK 那一样切到那个 那主要我们要怎么样 其实你会发现简式与参照 其实跟资料库还有一点点渊源 有点像是前面是资料表 那把资料表 你会发现资料表就长这样 哪些栏位 1 2 3 4 5个栏位 那5个栏位的资料 我如果要找什么 通常是找它的Key Key的话就编号 把它编号 然后横向的资料 这个后面有四个 这个是Value 这个是Key 由它找到 横向资料把它纵向排列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那排列找到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最好是希望 可以能够找到之后 然后呢向下填满一次OK 是最棒的 那要用哪些函数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要做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其实是可以拆开来的 将来这个是可以分在不同工作表 那这个有点像查询 所以查询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放在这一列的 解释与参照 主要会用到几个 最常用的是V段数 当然不是只有V段数 很多事情V段数做不到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也真的只会V段数 所以它这个做不出来 它就没办法 就只能突发炼钢 那就问题就很大 OK 后面有蛮多题 V段数做不出来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看 325 这个本来是空的 我要你把这一篇的资料 实际上就是把这边 OK 这个资料有没有 就是1234 重向的四个 变成横向的四个 横向四个 来源就从V段 1234 重的1234 而且要把前面冒号的东西去掉 怎么做 OK 那你用V段数呢 没办法看 OK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模型很简单 但是 如果做不出来 你就只能突发炼钢 哇 那就麻烦了 对吧 另外的话呢 325 326 其实也是类似的 326更复杂 326的话就是说 左边右边 左边也是资料来源 1班到3班 这个下拉清单 如果我希望这个下拉清单 点1班的时候 请你把1班的资料 搬到这个底下来 然后2班的话呢 就把2班的资料搬到这边来 3班就把资料 3班的资料 懂的意思吧 如果 你 不会 用 对的方法的话 哇 那这也是麻烦 OK 所以后面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点各位 请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大乐透 那个 就是 排名在比较前面的 试着找找看 反正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 比较 比 我觉得比较活的 而且跟一般工作上 会遇到的状况 其实都还蛮雷同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熟悉 这些方式的话 对于将来你在处理 工作上的资料 应该会蛮有帮助的 当然前提是希望 提高工作效率吧 反正你如果用对方法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 真的会蛮简单的 辅助的 做法 在深信任 讨厌 得到 啊 谢谢 感谢 不不 Transform 感谢观看